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 已经官宣9%男团中的6个成员 都会参加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 但是宣传手段却有点沙雕 浙江卫视的跨年一般都是分成两大阵营 在12月18号的时候 滚圈出来的神秘照片完全对应蔡徐坤陈丽龙范城城黄明浩 朱正廷和尤长静的曾经出现过的姿势 但是现在这条微博已经在官方网站撤销 变成了乐华妻子的全面宣传 让观众的网友有准备利用了热度又撤走的碰瓷现场的感觉 12月20号 蔡徐坤和范城城都要同时赶场两个红毯和舞台 因为蔡徐坤上一场是压重表演并没有赶上苏谷的红毯 范城城从搜狗的舞台赶到搜狗的红毯现场 被主持人要求自拍和照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范城城也没有想到自拍变成圣诞礼物吧 朱正廷又一次带着500万出镜 粉丝们想送一首偏爱 给500万一首粮粮给福利 明明都是主人的错误 但是被带出镜的都是团宠500万蔡徐坤参加搜狗的盛典 在舞台上和女舞伴的互动让粉丝们惊喜 粉丝们刚刚看到最新的9%少年的采访 在韩国蔡徐坤最喜欢吃的是豆腐汤泡饭 在舞台上就被女舞伴吃豆腐了粉丝们 在评论中喊话聊回去不能说 到年底各种红毯盛典的行程都很密集一天的时间内 有两次红毯 时间上一定会有一些来不及范征征的自拍 总是在经温稿外的福西西偶尔出现 但是和成员们一起接受采访和活动 全程都是福西西在线吧 范征征在游离音乐榜中用月云彭老师相声表演中的抠心自拍 完全的放飞自我的认真搞笑 偶像包裹这种东西 在范征征这里只有在舞台表演的时候 才会被捡起来吧 平时就是怎么舒服 他们来 但是唱给随心的粉丝互动也是杀雕瞬间 500万是9%男团的团众已经被成员们证实 但是对于500万的调皮也是又爱又恨 同样是北京宿舍的狗狗 为什么福利的出镜频率就比较少 舒正廷为了证明500万没有胖 还专门拍了一个500万爬楼梯的视频 但是却被粉丝对500万炼打了 一定中了 不要自欺自忍 500万的花式争宠 就是时时刻刻需要关注福利就是呆呆的 所以事实证明撒娇的女孩 最好命黄明浩竹争亭和范城城市两团并行的 也是因为这样的设置 让百分九男团的合体有了一些的困难 这一次的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乐华妻子 是作为领导官的任务